现在全世界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连台湾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 我们决定再做一期UBC杀菌灯的介绍 推广这种有效的杀死病毒的方式 如果您觉得还不错 请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 简单又有效的杀菌灭毒方法 功德无量 这一期小节来教你们 只要花不到台币400元 就可以DIY UBC杀菌灯 还会教你们如何判断 你买的UBC是不是真的有效 还是只是噱头 那我们就开始吧 主外线杀菌不是什么新的科技 它已经被医院压医等需要彻底 有效消毒的地方 使用了几十年 主外线UBC可以在消毒室内空气 手术室的表面和医疗器材 还有许多食品啊药品啊 这些需要消毒生产的工厂 他们也都使用UBC杀菌灯进行消毒 这是一种被认为 是最有效并不会产生化学残留物的 消毒杀菌方式 UBC杀菌的原理 我们以前就已经讲解过了 如果你需要更深入的了解 可以参考这一集 我们有详细的解说 简单的来说 就是在UBC高强度的 紫外线照射下 细菌病毒的细胞膜和DNA就会分解 造成细区或病毒死亡 无法传染或导致疾病 市面上有品牌的UVC杀菌灯 药价都超过台币1000元 今天小杰教你们如何用台币400块 就可以自己组装一个超高效率的消毒平台 还可以用来消毒手机 平板滑鼠键盘等 这些人们双手最常接触到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工具 一组网路上买的UVC杀菌灯 自备泡棉双面胶 还有一个网购的纸箱子 我们先来打开网路上买的UVC杀菌灯 建议大家可以买像是Philips或是Operon这些大厂的灯管 应该比较有保障也比较耐用 我买的是灯管弹灯座电线插座开关的套组 要注意它这个接头的地方 规格比较特殊 接好灯座开关后 接着我们就用双面胶 把它粘在纸箱的内侧 像这样 然后我们插上电 打开开关 它就开始运作了 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帮我们的手机钥匙这类 比较小但常常要摸来摸去的物件进行消毒杀菌 通通丢进去面朝灯管 然后开灯 等一下两三分钟 就可以把手机表面的病毒细菌通通杀光光 上面介绍的是其中一种做法 我家陆续买了三根这样的灯管 第一根装在储藏室的架子上 你也可以把灯管安装在密闭的柜子里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UVC灯在运作的时候 人和宠物都要回避 眼睛也尽量不要直视 因为UVC对生物是有害的 灯管朝下 架子的平台可以把家里的平板 手机通通摆上去 开灯一起消毒 如果需要方便帮家里比较大面积的 像是桌面 床部 枕头 地毯等消毒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纸箱 割出一个盖子的形状 然后在盖子上内侧贴上UVC灯管 配合家里的延长线 就可以边走边消毒 把家里的细菌病毒杀光光 我看过上一集介绍UVC杀菌灯的朋友 都知道 我家有一大一小的小米UVC杀菌灯 其实还不止这样 我家还有UVC杀菌盒 UVC牙刷杀菌 它有一个随身携带的UVC LED 那干嘛还大费周章自己DIY呢 先从杀菌盒说起好了 你们看这里面只有一颗小小的LED 而且不是直接照射手机萤幕 消毒杀菌的效果应该也没有很好 再来就是这个UVC牙刷杀菌 随身携带的充电是UVC LED 刚才来的时候 我们还很认真地使用 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事 它们全都被淘汰出局了 是什么事呢 如何叛变UVC灯 是否真的有效 市面上有一种测量UVC强度的仪器 要价一两万 我们又不是做科学研究的 应该不用买到那么专业的仪器 现在有很多UVC杀菌消毒灯的选择 但是要如何知道 哪一种是真的UVC而不是噱头呢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一个好东西 就是 这一张小卡 有了它就可以测出 你手边的UVC 或是打算要买的UVC 是不是真的 强度够不够 这张卡上面是写 UV and UVC Test Paper 在拍卖上就可以找得到 大约是台币100元左右 可以重复使用 我现在测给你们看 等一下我们回到阴暗处 打开UVC设备 照射纸卡 这纸卡上有两个空框 左边的空框如果有量 就代表它已经是紫外线的等级 但是紫外线一波长 又分为UVA UVB UVC 三种 只有达到UVC等级的 才有消毒杀菌的效果 右手边这个框框如果是照射到UVC 就会有反射光的反应 我们先来测测看 这个携带型的充电UVC LED 我们开到最强 UVC框框什么反应都没有 我们再来测试这个放牙刷的UVC消毒架 都被骗了 看来只是会发出紫色光的LED灯泡 买了两种骗人的玩意儿 我爸真是浪费钱 他有他经过一些调查研究 找到了这个UVC灯管 我现在打开开关 你看你看 这个UVC的框框反射出漂亮的UVC字样 这才是真正有效又经济实惠的UVC方案 看完这一期的介绍 你应该知道如何自己DIY 做出高效率又省钱的UVC杀菌灯了吧 其实不管你怎么消毒 病毒无所不在 还是要提醒大家 请洗手 做好口鼻防护 保持社交距离 这样才是最主动的防护病毒方式哦 小杰持续给大家介绍 一名好吃好玩的东西 还有有趣新奇的开箱 请订阅按赞加小铃铛 小伯伦错过我的更新哦 请不吝点赞加小铃铛